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比较有趣也是比较硬核的问题 什么叫做CPA? 什么叫做CPA? CPA就是全称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就是说就跟律师营业执照一样 就是你要如果给其他人提供任何服务的话 就必须要有这个营业执照 然后当时这种就包括任何的做税做审计 或者是做咨询都需要你有CPA的这个license 就是不管做企业税还是做个人税 你都得有这个 对,做税是这样的 Odit也是 对 他需要一些 他需要一些 他考CPA其实比找工作其实更困难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 因为战线拉的比较长吧 然后对于美国人来说可能会难一些 因为全美CPA的那个通过率只有50% 但是对中国人来讲 我觉得就我本身自身经验和我周围看到的人 大家都是应试教育出来的 就是战线拉的比较长 但只要花精力了用心了都是还是能过的 他有多少次考试 CPA是要考多少门 对,CPA是考四门 然后一门四个小时 它是包括了就是相当于是包括了所有的你学习的accounting的课程 就是 你说四个小时是考试的时长 四个小时一门 四个小时一门 那就是16个小时的考试时间 对,考试时间 然后它第一门是就是审计 Auditing and Attestation 然后另外一门就是Regulation 就是税法 然后还有一门就是叫FAR 就是Financial Accounting Reporting 就是也就是就是财务报表之类的计算 然后另外一门就叫BEC 是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Concept 就是关于Business 然后有一些writing related 它这些像要过这些考试 它的那个合格 100分要考到多少分才能 它是那个CPA的过关率是75分 然后就是说每一门你得过了75分 然后得过四门 然后才算 而且CPA的考试是有时效性的 就是每一门你从你过了那一天开始是有效期是18个月 就是说你在第一门过了以后 你在一年半以内 你必须得把四门过了 不然的话你第一门就过期了 然后又得又得重考 它有没有学分的要求 你要去考CPA之前 它是不是会要求你提供一些上过去哪些课的一些证明 对对是的 因为CPA其实是一个全国统一性考试在美国 然后统一性的考试也是CPA的一个是考试 然后一个是拿license 就是拿license最终目标是拿license 然后它的要求就是说150个学分 然后同时你要在有CPA执照的人的下面工作一年 然后就是你就可以拿到license了 所以第一步是考CPA考试 然后像不同的州就是有不同的规定 可能有一点大同小异吧 我知道德州好像是最严的 也是大约所谓最变态的 但其他州大部分是大同小异 像我们州就是如果你有120个学分 你就是eligible to sit 就是说你有120分你就去考了 可以去考了 然后剩下的那个30学分凑到150分 你就可以在边考 然后边上边上课 然后边凑学分 然后这里是为什么很多的大学都是4年 4年就120分 然后所以基本上accounting专业的master 就是一年就是30个学分 基本上accounting专业的master学位 都是为了CPA拿证的那些人设计的 就是说你不拿证其实也能找到工作 只是可能工作不是特别好 但是如果拿证的话 就可以进比较好的事务所 或者自己开公司 对对对积累经验以后可以开公司 你自己是什么时候拿到CPA的 我自己就是看个人 我是那个在读完 在学校休学分的最后半年开始准备CPA的 然后我毕业以后就休息了半年 也不是休息就是公司给我的starting time 也就是在秋天 所以就是我是12月毕业 然后就是说我从12月份到第二年的七八月 就有半年时间自己 然后当时我是花了前三门 是花了一门花了一个月就全职学习 全职在准备CPA 然后过了三门 然后最后一门是到后来就是休息了一下 然后最后一门也就考了考的是audit 然后就是相当于是我是在正式入职之前 就把CPA都考完了 然后后来就是我就只需要积累一年的工作经验 然后就申请了执照 他如果有工作的时候 如果申请到了工作 然后考CPA 好像公司会帮你报销很多的费用 考试的费用 对 不管任何时候 就只要你从 我是就是从比如说我是开进进入公司之前考的 就从intern开始 就是我拿到实习以后公司就可以报销 公司就是给我公司帮我买的那个spaker 就是考CPA的那个材料 然后的package 然后最后我考完 然后也是公司报销的那些费用 而且同时公司会发bonus 根据个大家不一样 就公司会鼓励你在 考进入职以后一年 如果是入职以后一年 或者一年半之内 你考你有达到了 你有哪 过所有CPA 会有几千块钱的bonus 然后一年半的话 然后这个bonus 会减一点点 但是一年到一年半 拿到都会有bonus 对 但是考试的费用 其实也是比较高的 其实对 所以就是说其实能在美国 就除了我们中国人吧 然后在美国 将来美国人 他们自己能考CPA 还是对自己 就相当于是 比较有追求的那种人了 因为CPA 还是相当于是时间 和金钱上的投入 就金钱上投入 就CPA 就是入门 就是第一次的application 就得交160 然后每一门考试 就每一门要花 报考每一门是225 所以加起来就是900块钱四门 然后同时你注册每考一门的话 你要交85的注册费 就那个注册费是 你可以注册一次 然后Schedule四门 也可以注册一次 Schedule一门 但因为CPA的战线 一般拉拉的比较长 然后所以一般就是注册一次 Schedule个一两门 然后所以你得花个两个85 或者三个85之类的 总共考试的报名 相关的费用价值 超过2000元 没有超过 就1000多 1000多 对 15以内吧 还要花钱买那些Baker的学习资料 或者其他的学习资料 对 那个就是 就像那其实Baker 你可以就是想的 相当就是在我们国内 就相当于当年考GRE 新东方培训 然后只不过他全部都是online的 然后 然后就是一个是Baker 一个叫Willi 我记得 但是Baker基本上就是 就是使用最普遍的 他就是就是帮你准备所有材 就专门有四门四本书 然后就对应的四门考试 然后买 然后也有然后有电子的讲课 然后他讲课 什么190个小时的授课 然后有7000多道多选单单单单 选择题 然后有400多道什么simulation 也是就是CPA考试里面的 所以就是它是一个package 然后对我来说公司都报销的 但是我也看到就是 如果你是不是 你是想转行当中 然后再准备自费的话 也可以share 就是我看见有些 有些在华人网站上 也是就是几个人share一个正版的Baker 或者是 这个也是就可以去淘宝了 然后但是淘宝就可能不全 这就是巴仙过来各显神通 去淘宝买盗版的 对 基本上也就这些问题 还有你自己还能想一下 我是觉得说CPA考试 其实准备其实很 还是比较漫长 然后就是 就是说你需要很多的 很需要很多付出很多的精力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只要下定决心了 应该考试还是 不算不算难的 关键是有了CPA之后 提供了大量的工作的那个 freedom跟那个机会 CPA就是在简历上可以给你锦上添花吧 然后就因为这个毕竟也是你学习能力的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 体现就比如说相当于就是说 大部分美国人都都都过不了 然后而且他们还经常不是一次过考几次的那种 但是一旦拿到了以后 就是CPA会要求一种 就是如果你每年要renew license 然后每年就有一个进修课 就是continuous study 但是这种就是它有CPE 所谓的CPE的那个要求 每年就是40分的样子 然后这种也是各种的program 如果你在会计事务所for里面的话 每年是40分是轻松拿下 因为各种webcast 然后就去学习新的东西 或者是巩固以前的东西 它都是都是比较容易的 这个是另外一个方面 有CPA license 就是你要keep license 每年都有40分的进修 然后如果你是在公司工作的话 各个大的那个像你的tax advisor 或者是你的service advisor outsider advisor 也会提供各种他们机构的课程给你 好今天就录到这里 然后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分享 一键三连 好谢谢